进 同志 你找谁 您是丁晓彤吗 是我 你进来 昨天我看了你们电视播的那个行人节目 那小妹妹是我大叔的女儿 是吗 你快坐快坐 你是哪个村子的 我是山里大流水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军 你敢肯定 电视上那个小姑娘就是你大叔的女儿吗 我能肯定 我们天天在一块 我一眼就看出是她来了 太好了 谢谢你能来告诉我 你把你们村子的详细一点告诉我 我记一下 小招 你靠别停一下 徐老师 理事长 徐老师 您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小招 你先回去吧 徐老师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到了刘书记那儿 我想把钱退给他 可他不要 他把我批评了一顿 可能是我记错了 那徐老师 你打算怎么办呢 这钱不是我的 我绝对不能要 我看还是把它交给政府 对了 林市长 那不 还是您帮我处理一下好吗 这 喂 圆圆 你回来了吗 我下午有点事儿 想借你车用一下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好 我马上过去拿 你好 有那个女子防身烹路吗 有呢 麻烦你拿给我一个 好吧 好了 谢谢 对 就是这个 多少钱 八十五 王军家在哪儿 王军家这家 这个 谢谢啊 谢谢啊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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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王军 你好 是你 我以为你们不来了呢 我怎么会不来呢 里面请 里面请 我可以在这拍照片吗 可以可以 好 记者同志啊 屋里还有 没 好 请进 谢谢啊 谢谢啊 怎么样 也没什么可拍的了 哎 狼皮 我自己打了 哎 王军 哎 哎 来了 谁啊 我叔 王林局 王林局 你们跟电影里的名字一样啊 对 就是那个判斗 嗯 记者诚姐 你到我们家去看去吧 好啊 一起去好了 哦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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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是曾经理啊 陈平他不在家 我知道他不在家 在家我还不来了呢 来 给我倒杯茶 哦 您先坐着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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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理 给 哎 哎 陪我坐会儿啊 啊 曾经理 请你说话注意点 我注意什么呀 啊 你又不是什么黄花姑娘 我让你赔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 陈平有什么好的啊 啊 在外边胡搞 你还死去白脸往上贴 我劝你啊 赶紧离婚 要不然 找个相好的也行 要是不听话的话 二爷我这一巴掌我咋打 你找不着北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哎 我们家的事不用你管 嗯 我就是不离婚 我看你把我怎么着 出去 你 出去 不你 买卧是到了 嗯 哎 你们这是带我去哪儿 哦 到我书家去 就在前面 不远了 这么荒凉 对对 农村嘛 穷 你到他家看看 更穷 一坏都这么好事 哎 还有多远啊 哦 不远了 就在前面 这么困 哦 啊 关不停了 咱们进屋吧 啊 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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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就是你家呀 啊 对对 就是我家 哎 哎 把你女儿照片拿给我看看 照片 嗯 啊 照片啊 啊 在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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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吧 进来 照片呢 我就骗你呢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这是在说谎 我们是骗了你 你现在才知道 想干什么你 我们本来是想骗个傻媳妇的 想不到你找上门来 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啊 啊 哈哈 你们这是怎么做 啊 你敢打我 你 救命啊 本来你先求求我 什么事我都可以放过你 不过现在 我要定你了 救命啊 包丁 来 帮你来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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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人家 没医生啊 你都要我娶媳妇吗 我救命 你媳妇不是她 你别人家 她的好啊她的好啊 滚 救命 救命 别走 这是我家这是我家 别走 你给我滚 救命 你呀 石不石啊 你都要滚 救命啊 救命啊 我求求你嫁给我吧 我三个肚子还没娶到媳妇 救命啊 我求求你了 我 我 我断不及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大叔 谢谢你啊 哈哈 你是我的啦 啊 救命 救命啊 哎呀啊 剩什么的 哎呀啊 大叔 你笑我 啊啊啊啊 咋不见啦 小童 小童 什么事 哎呀 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刚才我差点牺牲了 什么 小童 你 现在没事吧 现在是没有证据了 不过啊 很可惜啊 什么可惜 小妹妹的家里人还是没有找到 哎呀 我说小童啊 你千万别着急 哎 有你这种精神 肯定能找到的 谢了 我会继续努力的 好了 不跟你聊了 再说我就开钩去了 请进 李市长 哎呦 快来快来 请坐 请坐 庄网站 你就别跟我磕道了 我现在时间很紧 你的贷款十分重要 这关系到上前人口的生活问题 说中了 是事关稳定的政治问题 就是站在你们的角度 以纯经济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 你们也应该带啊 毕竟这种贷款风险很小啊 是 李市长 呃 其实我明白 这种贷款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是那个自来水公司呀 在我们这贷款已经不少了 眼下又到了年关 各家银行呢 都在抓紧催收贷款 所以我们考虑啊 能不能再慎重一点 慎重 是啊 我说同志啊 银行的宗旨除了最大限度追求利润之外 也要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做贡献嘛 你们也知道 自来水公司是我们是比较好的企业 而且会越来越好 不存在还不上贷款的可能啊 退一步讲 就算是有一定的风险 你们也不能无动于衷嘛 如果水源的污染进一步扩大的话 影响的可能就不是一个小区 那不但增加了治理的难度 而且损失会更大 也许 你们喝的水也会受到影响 我说同志啊 这是一个慎重能够了得的吗 李市长 您说的对 我们一定重视您的意见 再好好地研究一下 要不明天给您个答复 那好吧 周航长 我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研究 我可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好吧 再见 今度